人生在世,我们不能因为父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,而成为不孝敬父母的理由,为人子女,我们要学会理解父母的苦衷,做人,一定要把孝心放在第一位,没有孝心的人不可交织,没有包容父母的心,不可能拥有一个宽容大度的心胸,你现在怎样对待你的父母,你的孩子将来了也会怎样对待你? 即使你拥有万关家财,如果不懂得孝敬父母,都不算成功,更多人生感悟哲理美丸敬请关注,再愿一生美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